邦尼大哥刚刚讲到 美中很有可能在台海在南海 都有军事的对立跟冲突的同时 台海另外还有一个核心的议题 事实上是半导体跟晶片的战略资源的 这一个工坊 那同时我们上个礼拜五看到 岸田文雄跟拜登的高峰会 它很大的核心 仍然是要强化美日的军事的合作 而且呢 美日这一回合的军事合作好几个层次 一方面是美军方面希望 可以直接使用部分重要的 日本的军事的基地 另外一方面 日本自己也在调整 它和平宪法的 这一个某种程度的捆农所 所以它才会有走到2027年 它的这个军事的费用 要拉到GDP的2%的战略的调整 对 这是对美国来讲这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的朋友愿意 多做一些事情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 我们军事合作方面 是非常广大的 我们大大小小在日本的 的facility的不同东西 一大堆 这张地图就是美军在日本的布局吗 对 几乎每一个省里面 都有一些东西在那边 不管你是通信的 还是什么东西 真的大的基地 大家也了解 可是有很多小的基地也在那边 那其实美国在日本有五万四千个军人 这么多 五万四千个军人里面 然后有四万五千个家属 因为美军派出去就是带家属的 对不对 然后有八千个文职的 美国国防部文职的人 这样超过十万人 对啊 然后还有两万五千个直接美国国防部请的日本人 就做行政方面的东西 这不算日本人在我们基地里面修理灯啊 修理路啊 然后卖东西的 所以美军在日本总共合起来用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有一点很多人不晓得 在日本或韩国 一个基地 一个美军的基地 你基地的水费电费 没有租金的 都是日本这个国家 主人国家付 美军只要付这个美国军员的薪水 人次费用 对 我有一次在太平洋空军势力部的时候 看到一个资料 如果你把一个美国的基地在加州或者哪里 你算这个基地 你养这个基地 电费水费那些 如果你在说OK有五千个人 你看一个人要花多少钱一年 这个钱比我们人放在日本或韩国还贵 在美国本土更贵 所以我们军人到日本或韩国反而更便宜 所以这个host nation support 我们叫主人国家的帮助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个都是建立在1960年的 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上面 对 都在那个里面 因为那个安保条约里面 有一个我们叫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就是你到我的这边来 我们有什么同意 OK 我同意这个基地由我来养 然后你就付你的钱 然后可是我们要怎么样 如果事情发生 我们怎么保护 同事保护日本 那话又讲过来 最近CSIS它那个军退 不是说美军在日本的基地 是非常重要 如果被中共摧毁的话 会使这个战争死掉更多人 然后会拉更长 对不对 可是我看其他的媒体就报 那很简单啊 打日本打关岛嘛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想到 如果中共打日本 这代表日本可以打大陆 对 变成合法的 对 对不对 不是只是打台湾附近了 那直接就可以打大陆 而且中国如果打驻日美军的话 代表美军跟日本 同时可以直接 打大陆 打大陆 打中国打回去 对 因为这是变成它的目标 你可以源头打击了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打关岛 美国被攻击的话怎么办 美国一定反击啊 美国有北约 对 NATO NATO是说 如果美国被攻击 其他的国家一起会加入 对 对不对 虽然不是在欧洲 可是他那里面没有这样子写说 只有在欧洲 美国本来就不在欧洲 对不对 所以如果关岛被攻击 很可能其他的国家都加入 最近就像刚才我另外一个节目 我们谈过嘛 英国跟日本已经签了 对不对 德国也去过了 然后印度也去了 所以很多北约的国家 可能就有理由 美国可以说 我需要你帮忙 都会来 所以这个会使这个战场变得很大 你看这张图也是很棒 就是冲城岛重要的地方 它靠很多地方很近 好我们来看这张地图 很妙 这张地图中心点是沃沃 那它离台北很近 那它事实上离南韩也很近 那它当然跟东京也很近 然后它跟关岛也很近 所以它变成一个 这个西太平洋的 这个四个重要的战场 或者基地的中心核心 它跟上海也很近 对耶 OK 所以这个地方 然后它周围的几个岛 都有飞机场 都会被利用到 最近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小岛 日本开始造跑道 然后准备利用 所以这些都是 希望中国会想清楚 如果你打到外面去的话 可能对你更不利 对 因为现在那其他的国家 都有理由参加 这些北约的国家 他都有理由来参加了 那这场仗是 就变成世界大战 而且中国不可能赢的 这种仗中国不可能赢的 所以最好还是和平相处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 感谢观看